最近我们来关心飞船 这个已经乘积了将近100年左右的一个飞船 难道现在又要重新再复活再次的流行了吗 过去流行的兵器现在成为美中再度对抗的第一线了吗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美国的军事媒体战区 它做的分析说新疆卫星照片 照片发现有一个长势达到350公尺 宽的部分达到137公尺 足以容纳的是尼米兹号的航母的 巨型飞船机库近期又开始在做扩建了 那腾讯网也做了一个军事专栏的空天力量的分析 它说这个飞行船具有飞行时间可以比较长 高度高而且成本低等等的优点 另外大陆部分发展超大型飞船 也有可能具备包括了在飞弹的防御 还有反卫星或是作为接下来无人机群的 发射平台的一个作用 大陆现在扩建这一艘我们看到的飞船的机库 是要为研发超大怪兽级的飞船来做准备吗 未来可能会来当作无人机的平台 还是会可能有其他的战术上面的用途 建长怎么看 首先我要说 这个东西其实叫做载台 这是一个载台 那这个载台的东西 你要把它做什么用途呢 第一个当然可能是大家联想到 就是国家在发展嘛 给它做个军事的用途 那但是你别忘了 除了军事用途之外 它也可以做商业的和平性的使用 而不是说一定是军事的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 你知道飞机啊 船啊再运输啊 汽车啊 跑出这个东西 这是以前 很久以前就有的一个技术 那现在为什么又做起来呢 因为以前来看这个东西 实在是一个很不牢靠的东西 我所有的意见就像 哇这个东西还能做吗 它比这个 我不晓得你们有做过热气球 你做热气球看 每次看一个热气球 一上去被一个风吹 哇 跑到一个荒野什么的 还有人可能把气球 那个火烧掉 就摔下来摔死了 都有 有的感觉它牢靠吗 那我仔细想一想 把它当作一个全新的载台来发展 确实有它的必要 因为第一个 为什么以前你觉得是很危险 第一个它技术没有那么好 现在控制技术太厉害了 你完全可以不要人 AI就控制 人都不要再上去 你就叫它去做 运输可不可以 救灾 消防 好多东西它都可以做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以前之所以对它有很大的影响 全是因为一个因素 人类没有办法控制 气候 但是气候现在算是很准的 偶尔当然我们还是会抱怨一下 但是毕竟 现在的气候的预报 比我小时候 哪不晓得要好了多少 一百年前 你怎么知道明天会起个什么风 现在几乎大概都能控制 所以再加上说 如果你觉得人在上面不安全的话 你不要人 AI控制就可以了 所以记住 把它当作是一个运输的载具 是一个强国 未来一定要去做一个研究发展的方向 至于它能不能做军事用途 我觉得比较低 为什么 它又大又慢 它到了天空 暂时你要怎么保护它 很难保护它 所以暂时它是一个很危险的 反而平时它的功能很大 做一个和平的用途 我觉得它的发展是多项性的 应该乐见它的研发 是 好 接下来帮我们看到 这个商业用途 在未来或许它可以发挥更大 相对军事上面的一个用途 不过现在我们在聊的是 大陆的这个超大飞船 波兰也在为这个方向来做努力 它最近向美国的雷神公司 购买了四架巴巴拉的飞船 部署的地区 在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接挡前线 这个巴巴拉飞船 作为先进的雷达预警系统 还配备了包括 好 画面上我们看到 预警雷达光电感测系统 你我问答器 能够侦测300公里内 飞弹飞机无人机跟海军的部队 好 作为一个侦查平台 现在其实已经有雷达跟预警机 还有卫星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还能够发挥多大的优势 维运你怎么解读 它比卫星 一般来讲这种所谓的预警系统 情报收集监控这样的一个系统 它就人造卫星 就雷达嘛 就预警机嘛 那人造卫星坦白讲 它就比较贵 对 人造卫星不要以为什么都看得到 它的高度 譬如说那个 同步轨道的这个卫星 它的高度大概说 三万五千八百六十公里左右 这很高 所以人造卫星有时候 原层如果刚好在这个目标物的上面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看 没有办法透传的 所以不要把人造卫星 认为它无手不能 地表上所有东西都看得到 它这个是气候 它还是受气候的干扰 还是蛮大 最主要它很贵 它很贵 然后如果比起地面雷达来讲的话 地面雷达是受到地球曲线的限制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乐山嘛 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 我去看过那个乐山的那个长城 预警雷达 在这个新竹和这个山上 它不是要取这么高的位置呢 就是它要尽量要高 然后呢就会 受到地球曲线的影响就会比较小 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讲到这个预警机 预警机它是不错啦 它这个灵活嘛 而且这个速度也很快 可是它问题它制空期也短啊 你有一定的制空期啊 而且你也是受到气候的影响很大 如果这个气候不是很好的话 你还是没有办法飞得上去啊 那这个气球刚好 一个它很便宜 第二个它不受地球曲线的影响 它可以很高 它也可以很低 所以它是很灵活 它很灵活 但是你说它有没有缺点呢 它的缺点就是 刚刚舰长讲了嘛 就它容易被发现嘛 还是可以打下来 上次中共的那个气球 到了美国 美国还是把它打掉啦 对不对 尤其是战争的时期 大家对你的领空的监控 会大为强化 所以你一个气球在那里飘来飘去 它不会容许你这样子的 所以它平时 去收集情报的那个功能 我觉得很强 那是因为有和平的保障 那战争的时期来的时候 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保障的时候 你就变成一个 easy target 很容易被当作一个目标 就被打下来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辅助性 我认为它是多了一个 就从卫星到这个所谓的预警机 然后这个雷达 然后现在又再多一个气球 这个就变成你整个监控的体系 会变得更加的完备了 所以它是辅助性质 它不可能取代他们的 以上所讲的这些建设系统 没有办法完全取代 是 尤其是在这个战争期间 那种比较敏感的这些地缘政治下 这种类似的飞机飞船 就会变得更为敏感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大型飞船 刚刚讲说它在做研发的地点 就是在新疆这边 所以我们来看看 其实中国大陆过去在新疆这边 除了有这个飞船机库之外 也曾经做过哪些事情 包括建制过1比1复制美军福特号的 巨大拔墙 还有驱任美军基地 跟F22跟F35的相关模拟 都在这边做进行 在这边除了做实验 还有战术上面的实验之外 还有哪一些相关的优势 庄老师 我想要先做科普 一般国人对于新疆 可能就经常听到 也不知道真实情况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是在中国大西北 那面积大概166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台湾的50倍大 那人口只有大概2600万 比台湾多2300万多 大概10%左右 再多一些而已 所以50倍的领土面积 但是人口多10% 所以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 那特别适合用来做军事训练 而且它辟除于内陆 外国势力要抵禁侦查 或是要做电讯讯号的一个接收 基本上是难度比较高 也可以防止间谍渗透 大概只能做卫星拍照而已 所以在这边作为军事训练是有它的好处 其实不止刚刚我们讲的 1960年代 中共的这个核子尸 更早的原子弹 氢弹 核子尸包都是在新疆的罗布博 那这个周遭的这个内蒙古 也有这个一个朱日河的一个战术合同训练基地 那边有模拟我们总统府跟西门天 接紧的一个战术训练一个场地设置 还有在甘肃省九泉 也有卫星发射基地 所以说在那个地区这是独天独厚的 那当然了所谓的来而不往非离也 也要离善往来 因为前不久的黄太平良军演 这个美国跟盟军 也有演练基成航空母舰的一个桥段 是把一个两万多吨的 所谓的这个攻击舰叫塔拉瓦号把它基成 那外界都是会生会 说这是冲着中国的这个山东舰跟这个福建舰来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来我往 双方互相较量 我想这是所谓的既有军事 也有政治上的意图 老师觉得说在新疆这边 未来可能还可以看到哪些比较重要 会在这边做的实验 因为过往也有战术导弹 特别是超音速导弹的实验 都在新疆这边在展开 因为在当地这个环境 坦白讲是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 所以中国方面也善用这个电影优势 地人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现在 环球打击前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